主人 我现在肚子饿不挑食 你快随便扔一块给我吃 我的姿势都已经准备好了 养了这条狗之后 我的心脏都不好了 好萌的鸟啊 你能不能抬个头 让我再仔细地看看你啊 算了 你还是别抬头了吧 我感觉你抬头变成了无头鸟 看起来乖乖的 你还要我怎样 要怎样逗我玩呢 兄弟俩在现场看比赛 而他们也在进行比赛 谁头上的瓶子先掉下来 就算谁输 比赛还剩一个小时 好激烈呀 这可能是让孩子变乖的 唯一方法了吧 来比一比啊 看谁的舌头卷得更加扭曲 我从小就锻炼自己的舌头 所以我是充满信心的 小妹妹 你何必跟牛过不去呢 我家兔子最喜欢下火了 一言不合就躺在地上装死 后来才知道这是在睡觉 就这睡觉姿势 我服 不过我最服的还是我家旺财 睡觉的时候吐舌头也就算了 眼睛都不闭上的 主人 人人都平等了 为什么猫和狗还不能平等 每次就知道折腾我 你哪次也折腾一下猫咪呀 小鸭 在这个家 你的地位能和我比吗 少年 我们注意你很久了 你无视全州所有交警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们不能无视你 这辆车我们就扣下了 警察叔叔 我知道错了 再也不敢无视你了 再也不敢了 我喜欢吃虾 而且是肉质特别嫩特别嫩的那种 所以我点了一只五成熟的大虾 结果上了这个玩意 顾客 你点的五成熟的虾没毛病啊 一半生 一半熟 这不五成熟吗 网易云音乐 我已经认了你很久了 我喜欢音乐喜欢听的怎么了 你一定要超宝我才开心嘛 你才活得很难过呢 什么都不说了 我有谢宰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 解决推销 有钱人在隔壁 朋友 当你的邻居可真倒霉 你把推销可全赶我这来了 我要换房子 不为别的 就为了躲这样的邻居 这么大一个家 什么都靠我 我感觉自己好累啊 当初说好让我来当宝贝的 现在要把我当保姆 旺财 你的桌子流露出了一股神神的忧伤 师傅 你是来想绩效毕业的吗 我让你来挖土 不是让你来埋自己的 请问你还能出来吗 喂 师傅 我的梦想是成为挖掘机界最厉害的人 没想到是我的梦想 把我给买了